今天做一期吐槽的节目 如果有开发商要在纽约金融区修酒店公寓楼 市场却有需求 它没有振兆齐全 没有太大瑕疵 自然应该去当地银行贷款 如果美国银行不给贷 或者利息太高 这不是在碗里之外 吃拉面的中国人的问题 如果有人在大街上把你拦下来 问你想不想每年都在纽约 新矿神医住上几周 因为它有张十几万的付款 房子预存卡可以卖给你 一般人都会叫这种销售滚得远远的 可是当一个穿西服的人 把这两件和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绑在一起 作为一个海外置业项目向中国人推销的时候 不少人就萌生了在纽约当房东的画面 蠢蠢欲动起来 每当有朋友给我看这类在中央公园 或者哈佛校区当房东 还保证年收益8%的项目时 在研究完合同条款后 我都会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定期贷款项目 绑上了一个消费预存项目 和当房东没有任何关系 人者喜欢简单的产品 如果你想投资高利息的固定收入 可以买次级债券基金 如果你想在纽约住公寓 可以上Airbnb 实在没有理由要把债券和旅行 这两件事情混淆起来 最近几个月又有朋友给忍者 看了几个类似项目的国内版 相比曼哈顿 硅谷 长青藤 这些高大的海外概念 他们往往依山傍水 属于民宿和小镇旅游项目 和刚才提到的海外项目 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往往更坑爹 投这些项目 你买的既不是债券 因为投资回报不固定 也不是股票 因为它的收益长有10%左右的上限 换句话说 投资人既没有债权人的保障 也没有股权人赚大钱的机会 如果你说这样的投资不值 他们会说不是还可以自住几天吗 如果你说没时间自住 而且比酒店还贵 他们说这是因为这个项目会赚钱 还能分给你 真的能分到吗 分不到可以自住 为什么我看到类似海外项目 虽然也不值得投资 但总的来说没有国内项目坑人 这是因为会投资海外的人 平均金融常识 要比仅仅投资国内的人高那么一点点 所以过于低级的手段 用在他们身上成功率不会太高 忍者认为 不管国内国外 当你碰到有任何 储值卡特性的投资项目时 都应该躲得远远的 投资和旅行是两件事情 打包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冲昏你的头脑 金融产品越复杂 目标用户就越瞄准 缺乏金融常识的客群 小镇民宿是这样 触发08年金融危机的抵押债业务 也是这样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 或者YouTube上搜索并关注忍者ATM